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一传过关 他这样说道 现在一传也是重点 因为打主攻的话 必须得接一传 因为小美 瓦尔加斯他不接一传 这样的话 一传保证环节是最重要的 换言之就是谁能接好一传 谁就能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 就这点而言 和蔡斌给出的标准如出一辙 市锦赛和市联赛期间 蔡斌就是按照一传过 应为优先原则 给李盈盈配备对角主攻的 当时王云露并非竞争者中进攻实力最强的球员 但因为他具备六轮异传能力 所以被看中 成为了李盈盈的对角 而今夜之所以战胜吴孟杰 也是靠着后排保障 之所以王宝泉和蔡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异传 是因为现代排球中主攻的异传保障能力已经成为了标配 再加上天津女排采用的是强力接应模式 瓦尔加斯不参与一转体系之后 就更需要两名主攻具备六轮异传能力 在天津女排的现有阵容里 王亦竹和陈伯雅是李盈盈对角的竞争 王亦竹和陈伯雅都曾进入过中国女排国家队 且王亦竹还随队参加了世锦赛 但两人的一传水平按照王宝泉的话来说 那就是旗鼓相当 王亦竹的优点在于进攻火力强 后排防守比较薄弱 陈伯雅的优点在于防守技术好 弱点则是进攻力量不足 且心理素质较差 上赛季联赛 王亦竹和陈伯雅两人都曾有过出场机会 可惜均因发挥不佳 受到了王宝泉的指责 两人在场上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斗志不足 所以此后的比赛中 王宝泉就减少了两人的出场时间 陈伯雅甚至还返回天津疗伤 新赛季 天津女排没有在李莹莹对角位置上隐约 直接让王亦竹和陈伯雅两人共挑重担 这一举措 对于王亦竹和陈伯雅来说 既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机会 如果两人能够顶起这一位置 那么他俩在队中的重要性就大大提升 反之下赛季 天津女排可能会继续引进外援 经验丰富的老帅王宝泉 其实还在该位置留了后手 那就是前队长杨毅 为了确保一传 杨毅将成为主攻替补 一旦王亦竹和陈伯雅一船崩溃 杨毅就将登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